一些政治目的去縱容和美化暴力的行為 大家都知道 在過去一連串的黑暴裡面 我們經常都聽到 不割席、不譴責、不督灰 這些行為是影響了年輕人 這些行為是錯誤地 給了一個美化和鼓吹暴力的成因 當中也有不少的法律學者 老師、律師、甚至大律師 這些專業人士 都是用了政治凌駕專業的態度 去處理年輕人違法的問題 包括他們經常都會說違法達義 全部是一個錯誤的法治和價值觀 另一個就是專業界裡面 包括老師、社工等等 縱容暴力 沒有去直接指出違法行為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大家都經常聽 楊岳橋經常都說 劉岸底令人生更精彩 另一個就是梁家傑經常都會說 暴力有時候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些鼓吹美化暴力的言論 令到年輕人犯罪更加深更加多 如何去化解矛盾、減少暴力 我覺得特區政府是責無旁貸 我們希望可以制定一份 失德及違法教師的明冊 讓學校請老師之前 有一個名單可以給學校了解 第二,我們希望教育局可以披露 究竟哪些違規或違法的行為 教師是做過的 亦都可以提醒其他的教師 保持中立和尊嚴 在保障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前提之下 我們希望可以制定 防止網絡虛假資訊法例 禁止任何人在社交平台和網絡 散播一些虛假的資訊 減低假消息、假新聞 選擇、煽動、青少年人犯罪的機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